当中几乎没有什么动物感觉招惹了狮子 因此也有人称狮子是万兽之王 毕竟狮子是群居动物 狮群在狩猎的时候讲究协同作战 所以狮子成功捕获猎物的概率是很高的 可是你们知道吗 有一个摄影师在野生动物园里面 很意外的激怒了巡尸 这只狮子咬着汽车的尾部不松口 下一秒忍住别笑 我们都知道狮子是非常凶悍的 一个理智的人是不会选择去激怒熊狮的 可是这个摄影师非常的缺心眼 因为他在狮群的前面 竟然选择把车窗给摇了下来 也有可能是这个摄影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他一直想要拍一张世界上最牛的照片 所以这次才会在狮群的面前犯了一个错误 他在狮群的面前把车窗给摇了下来 而且还用摄像机对着狮子的面部疯狂的按快门 其实这辆汽车已经进入了狮子的领地 熊狮已经非常的愤怒了 熊狮猛的冲了过来 他要去咬汽车 狮子的咬合力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司机赶紧的发动了汽车 下一秒忍住不要笑 因为狮子已经紧紧的咬住了汽车 所以在汽车前进的时候 狮子只能一步一步的跟着汽车走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